台达集团创办人郑崇华先生 用实在的力量推动着绿建筑与能源教育 节能、环保、爱地球 不仅仅只是口号 更是它毕生的使命 从亚洲到美洲 从校园到厂办 台达绿竹机遍布各地 见证着这项承诺 让我们来聆听 共逐绿色环保新生活 一起用心爱地球 共逐新未来 大家好 我是原建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杨玛丽 那今天来当志工的原因是 因为今天我们要谈的书 也就是原建自己出版的书 跟着台达盖出绿建筑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 我们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这个台达集团创办人 郑董事长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两千年之后董事长说 IT之后再加上Energy 所以一直到今天这十五六年来 的主轴除了省电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新的布局 就是跟公司的营运相关的布局 我们设计一样东西 这个不能制造环境问题 要不能浪费天然资源 因为天然资源是我们从地下挖下来 我只在想你的矿物挖起来 这个矿物值多少钱 没有价值 没有办法算多少钱 可是当你把它用过以后 你就变成产品 然后你把它丢弃就变成 反而对地球产生污染 你不能回收 你要回收成本就比较高 我想再过很多年 这个东西都被我们用光了的话 即使是最多的煤 虽然说今天造成污染 你也把它用光了 那说不定再过几千年以后 你的子孙说 这个它的科技发展的程度 这个变成很有用 它的价值很高 可是跟我们笨的祖先 都浪费得光光的 把它拿来烧了 就把它用掉 还知道 可能它有别的用途的时候 它已经没得用了 所以我们对现在的话 能在设计一样东西 我们在想 你把很多东西变成合金了 假如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的话 希望用过以后 它可以再用 有些东西 工程师说我做的东西很棒 拿到生产线 那只有天才才能够做得出来 很复杂很难装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东西里就说 除了设计本身 还要考虑 要不要自动化 那么怎么样用最低的生产制程 把它做出来 你的竞争性才好 可是后面的话 我们要求的说 它还可以容易回收 还有可以拆检的工夫 一下子拆了这个 又变成原料 就是要求是越来越多 可是那个是必要的 好 谢谢董事长 那我们再来谈 这个绿建筑这一本书 事实上这一本书收录了 这个二十一二栋 这个我们台达到目前盖的 很多绿建筑 那刚刚董事长也有提到说 其实每一栋绿建筑 因每个绿建筑所在的地方 所以它的设计啊 它的条件可能又不一样 那所以董事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二十一二栋绿建筑里面 你个人觉得你最喜欢的 当然董事长会说 每一栋都喜欢 但是你个人比较有感情的 有没有可以用一或两栋建筑 来分享一下盖绿建筑的一些心得 虽然是二十三栋 那在台湾的绿建筑里头 我是觉得最早的就是这个南科的绿建筑 南科绿建筑我们是在等于就在十年前 2006年 那个绿建筑的话呢 是这个最早的一栋 那也是在一些巧遇碰到林献德老师 林献德老师他是台湾的绿建筑 规范是他写的 当时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还给我一些抱怨 讲说他写的规范被人家改的棉木前飞 因为他有很多要求建筑师们觉得 哇都要这样做的话 他就很失望 大概后面也慢慢的又把它修正回来 因为他现在都不抱怨 那我就 他就意思说跟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觉得他这些要求合不合理 意思说你用一个使用者 我这样要求合不合理 我是觉得就是要这样做才 否则就跟普通的建筑没有两样了 那就没有好处了 我是很 我说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那他就很高兴 因为有人站在他这一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也想盖一个 能不能你来做帮我们指导 他说可以 我帮你设计 我找人帮你做 即使不要钱我也要给你做 他说你这种理念 他就非常高兴 当然我们不能说给建筑师不给钱 那不会了 那可是他真的是很用心来盖那个绿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第一个特点呢 这个我们觉得电梯 你到那个拉贝 这个我发现他有很多优点 第一个 他电梯 你到一个人家的公司一走进去 你看不到电梯 你还不知道有没有电梯 实际上有 整个弯在后面你看不见 那可是他的楼梯做得很漂亮 又很宽敞 而且后来我看到很漂亮 我们就建议把它漆成特别金黄色那种 配起来还蛮好看的 因此后面的话呢 包括员工或者所有的人 很少去用那个电梯 让电梯找不到 所以都自动走 这个是很 那另外一个优点呢 是他的地下停车场 那我们普通地下停车场 因为旁边有围墙盖住 是他一个斜坡 然后旁边盖一个墙 那刷的是白颜色 那这个关线呢就反射到这个地下 而且地下可以把空气通出来 很通风 那他还还装了一个二氧化碳的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回家 汽车呼呼呼都在启动 那个时候是空气最不好的时候 我不是撒谎 你们也许都不太相信 在那个时候你闻不到排气的味道 而且还装那个二氧化碳 那个等于白装 从来没有 他就是说超过的时候 就会叫 从来没有叫过 那个 有这些特点的话呢 所以我每次客人来 我就带来去看 我说这个很值得去学 而且里头装很少的灯 就当中几根 很少几根这个日光灯 因为外头那个阳光照的那个墙上 反射过来 除非是晚上 否则的话 那个都用不上 所以这个是做得非常好 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校使馆的话呢 又是 那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建筑物 因为 大家假如对这个古籍 要去修复古籍的话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 我是自身在台 我到了台湾以后 我放假了 我还住在宿舍里头 所以台中一中 不仅仅是我的学校 也是我的家 我放假了 大家都回去了 我还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校园里头 每个角落 我都很熟悉 那台中一中在 过了很多年 我到台中一中去的时候 我发现过去的建筑物 一个观中亭还在 因为那个地方早上起来 我就坐到那边 读书 背书 看书 还有晚上 假如看月亮 有的时候也坐到那里看 所以很熟 都会去看看老地方 还在 另外呢 其他建筑都不见了 只有以前很老的 很早就在 大概在日子时代就有的 一个后面当礼堂使用的建筑物 那已经破破烂烂 墙壁都很脏很难看 还有里头也有些漏水吧 天花吧 因为这是留下来的 所以你就很有感情 你的毕业典礼就在那边 所以我就说我能不能到里面去看 他就把它打开 给我到里面看 里头摆了好多孝石 好多桌子上面摆得满满的 那他就说这个建筑 我实在该修一修 那当中还有一个老校友 他就带我去看 其实他已经离开 到后面他已经离开 每次听到我来他都跑来 我就很想把它整修 可是我不太敢 因为这个例子 经过大家的纵容之下 好吧 我就答应下来 那实在花了很多功夫 那个旧的建筑物 是因为每次为了要保养 就在漆 我们是把外面的漆 用人工慢慢地把它剥掉 就剥到剩下原来很早以前的 那个铺的这个图 那里头颜色还蛮好看 所以花了好多功夫呢 是把后面所添加的东西 那一边讲的 另外一边讲 剥出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因为有的地方已经破损了 我们还去特别去找了一个 古籍的维富的人呢 来帮忙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他要去找以前的土 还要呢 那最后呢还做了 做了以后我就看 我说为什么那个补的颜色比较白 而原来的不需要补的地方比较深 他说曾先生你就不知道 他说过三年颜色就一样 他说我故意把它做浅一点 因为它会老化 那以前的墙已经全部老化了 那么它不会 即使会变 变得很少都不太会变 可是我假如给他做的一样颜色的话 后面会变成特别深 就反而不好看了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那位老先生也是非常 整天都带着他的人在那里搞 终于把那个建筑做起来 还有呢 就是那个天花榜拆下来的时候 我找这个建筑师一起去看 哇 因为它整个还蛮宽的 大家看到那个 那么宽的幅度没有一根梁 那么 还有呢 这上面的那个干架很细 不是很粗的干架 这么大的这个空 这个幅度 怎么可能用那么细的干架呢 那个建筑师说这是 结构设计是很高档 的确是很高档 他说那个才是好的 好的设计 假如不太内行 他会一定会用比较粗的 那可是台湾将近一百年来 这个台中也出过好几次大地震 一点都没有损伤 还有那个干架拆出来 油漆了什么 这个表面处理了什么都好好的 那我们就在那里躺 我说再也不要天花板 就让它露出来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图的时候 那个干架是很美的一个干架 因为干架一拆掉 天花板就变得很高了 所以我们在上面又做了一些修饰呢 让这个隔热呢 就做到那个屋顶的干板下面 用太阳用那个玻璃棉了什么 让它隔热 然后当中的话呢 又把它做一个天窗 这个雨不会下下来 可是是玻璃的 可是直接照到地底下呢 又太亮了 又做到一个反射板 把它遮住 让那个阳光湿 所以我们围了这个 还有那个二楼 楼梯要摆在哪里 我们一起建筑事业很好 大家一起来讨论 所以做得很满意了 最后是 遇上是钱越花越多 可是呢 终于把一个好的建筑物 把一个老的建筑物 做得非常理想 董事长我们现在在盖绿建筑的时候 集团内 有没有定一个标准说 必须省电达百分之多少 五十或六十 然后省水达百分之多少 然后造价 只能高于一般造价的多少 不过我们纳玛夏的话呢 已经可以做到百分之七十多 上电 上电 百分之七十 因为这也是超出预算的 因为有很多跟他的地理环境 跟他的这个 不过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非常尊敬那个建筑师 也因为建筑师设计好以后 我说我能不能请这个林献德老师来 看他有什么建议 那老师们就是老师 他常常讲话好像跟学生讲一样 所以 他说这里不好 哪里怎么样 他说哪里要怎么改 原因在哪里 这么有名的建筑师 我想假如是耍大牌的话呢 他都不要做了 可是他不 他说你好主义我就改 这个就是真正的好的建筑师 他的工作精神 所以这个纳玛夏 除了那个建筑师很用心以外 那个到底这个林教授 主要他是对于这个风 在里头要怎么走 大概很有经验的人 他就知道 所以每个人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能够积了各方面的优点 结果做出来呢 一年每平方米的用点少于7度 所以做这些东西也很有兴趣 有人在问我说 你一天到晚就在搞绿建筑 你别的事情都不干了吗 虽然也不是 那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我绝对不是专家 那些是那些专家 努力做出来 我只是去欣赏 去了解 也给一些意见 那我们做业 使用的人的话呢 因为你晓得使用的状况 你会告诉他我要怎么用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 这样做会不会影响 他就会了解 他就会把它 我从来不会去说 我要来设计什么东西 那这样你反而把一个好的建筑 那有很多专修的人的话呢 他来跟你设计了半天 我常常觉得业者呢 就说这个不好要怎么改 就给它改坏掉 实际上 这个真正的专家 到底是比我们强 是 所以董事长一直透过这一本书 也是要传达说 绿建筑事实上不会比较贵 就是整体总账算起来 而且这一本书有一张非常珍贵的一张插画 应该是首绘的设计图 就是董事长一直在提到 他小时候住在外祖父家 是在福建明北建欧市的老房子 那我们当初做这本书 因为董事长小时候住的印象 他都觉得以前人盖的房子 就是很考虑到自然的环境 所以那个年代没电没水 没有任何资源 怎么样可以做到房子里头很凉 那个古代的房子的设计 就很符合绿建筑的一些要素 现在我们可以跟古代学习 绿建筑也没有一个定义 这个你稍微有一点点节能 就算绿建筑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假如多用心 你可以少花钱做得更健康更舒适的 在这个我自己来盖绿建筑里头 我绝对不敢说我是什么专家 绝对不是 可是我很高兴去看到各种各样的绿建筑 各种想法 今天又学到一个想法 那有些想法在这个地方可行 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可行 所以说绿建筑不是一个实时规定 要多少人 或者实时规定要这么做 你假如多去了解的话 你就会更觉得这是可能 这个不要硬做去浪费钱 而得不到效果 这样 我们也尝试过把旧有的建筑 做再去节能 像我们台北办公室 做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 就是说旧的建筑没关系 你也可以经过设备的改良 整个那个管线的改善 它也可以变成绿建筑 所以不只是说你要新盖一栋 新盖一栋建筑 要从头有绿建筑的思维 你是一个旧的建筑 也是可以把它改成绿建筑 这本书真的收录了过去十几年来 董事长在追选 因为涵盖你考察到 董事长真的很用心 不只是它自己 它有重要的团队 还有带着建筑师去德国 去欧洲也去泰国 还有去很多美国 很多地方考察 别人是怎么做绿建筑 然后慢慢在适应台湾的环境 在设计适合台湾的 或适合大陆的 适合印度的这样的绿建筑 是非常有幸 而且现在台打任何的新建筑 或者是老的建筑 也都是逐步的都要把它变成绿建筑 也是有这样的使命 你一想到绿建筑 就会觉得很贵 很难 不会做 但是看看董事长怎么走过路 你会发现你可以省掉很多学习的学费 省掉很多冤枉路 那就跟着董事长这样做 跟着台打这样做 应该就可以达到你希望的更节能 而且住起来更舒适 而且不会更贵 希望透过台打的经验 可以跟各位做分享 谢谢 谢谢各位今天参加今天的 谢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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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歌曲好跳音 感谢董事长 MIUp